本台发现有公司 声称可以将胎盘制成精华胶囊等 而市面也有药房出售紫荷车 也就是人类胎盘 是不是真的有保身功效呢 胎盘是医疗废物 为什么会流出市面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西伊华生完BB之后的胎盘 基本上没有营养 而中医的角度就认为紫荷车可以补气血 但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都认为食胎盘有很大的卫生风险 加上医加本港没有监管 市民不应该自己购买和服用 Candra是一个坐月中心的老板娘 自己也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 所以她说很明白妈妈十月怀胎 生BB之后进步很重要 例如妈妈是寒底热底 或者她本身的体质 是需要摄取哪一方面营养多一点点的 我们都会跟中医师 再跟陪月去定制餐单 所以每一款的餐单 因应她开刀顺产 或者喂不喂人奶 都会有不同 妈妈想喂人奶的话 我们会煮一些想奶汤水 客人健康状况各有不同 Candra会因为不同人的需要 谨慎选择食材 身体的血液循环好一点 面色也好一点 可以帮她养血益神的 我们最多会用到鲍鱼、海参 而这些胺基酸本身人体是制造不了 但是可以透过海参去吸收 还有钙质 所以孕苦、铲苦去吃海参 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她说近来发现 越来越多准妈妈 想留下自己的胎盘 用作生BB之后保身 但她就觉得很多其他的食材 都可能做到相同效果 很多的鲜食汤水都可以做到 就未必一定要需要到胎盘 因为胎盘在法律来说 是一个医疗的废物 那你怎样将医疗的废物 搬到另一间公司 在那个途中会不会是有菌 或者是无污染无害的 我们一般就不建议 因为始终都没有很确实的监管 或者途径 在中医角度 人类胎盘又称为止河车 有益气、养血、保神的作用 我们发现坊间有公司 声称可以将人类胎盘 制作成精华胶囊等不同的用品 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它高温处理 处理了之后就会将它封干 用不同的机器 也有一个控干机去整控干了它 之后就会将它用磨粉机去磨成粉 之后就会用入胶囊的 很简单的一个工具去入胶囊 其实细菌方面就会在高温处理 每一个staff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食品级的消毒的氧氧 去消毒 公司网页显示 孕妇要在分娩之后12个小时内 将胎盘放入他们提供的冰袋 公司会在两天之后 将制成品寄回给客人 各位准妈咪仍然不放心 更加用自己的经验游说 我们自己全部拿回这个证书 去做这些胎盘药园 其实都要拿证书去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 会懂得如何去做这件事 还有我自己真心说 我自己也是妈妈 因为你都知道这件事香港 可能不太流行 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 开了这个服务 就因为想帮到其他的妈妈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的recovery 就是生完之后 我觉得是好很多的 所以我自己真的 因为自己想帮到人 而去做这件事的 从西医的角度 胎盘是一个暂时性的器官 在妇女怀孕的时候 将母体的氧气和氧粉 传递给胎儿 有妇产科医生强调 妇女在分娩之后 胎盘已经是一个老化的器官 基本上没有营养 产后的胎盘 其实它有机会 它的功能是突降 经过煮食 经过一些过程 去制造精华 和将它变成胶囊的话 都有机会是会 令到那些蛋白质 或者激素 你觉得需要的物质 有机会是 令到它不存在 吃一个老化的器官 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 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不会带给任何人 一些利益 没有特别帮助之余 潘超怡认为 更加可能有卫生的风险 如果处理得不好 因为一个胎盘老化 可能它有慢慢坏死的迹象 它如果得到不正当的处理 可能有机会有些病菌 細菌 可能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 当然如果感染的风险 对产后的女士 和对宝宝一定都不好 现时香港对胎盘 或者胎盘承约没有监管 早在2015年 内地已经将紫河车 在中国弱点里面删除 但本台发现 市面上仍然有药房出售紫河车 紫河车要订的 要订 没有远备的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那些紫河车 订不订到的 那如果现在去医生里都拿到的 一袋有多少的 一斤呢 这一间同样可以订货 但职员这样提醒记者 这一间直接拿出紫河车的验货 由中医就认为紫河车可以补血气 但不是个个都适合 如果一旦吃错了 它很容易出现不同的负载用 所以其实我们身为一个中医 我们都是不建议市民自己自行购买 或者拿它来当食疗的 其实紫河车 骄膠 滴鸡精 这类型的大饱气血的东西 最好都是谘识自己那位中医师 才去买来吃 经据中医药条例 紫河车并非附表列出的中药材 而如果要以紫河车制成产品 就可能要注册成中成药 陈俊杰提醒 紫河车在香港不受规管 市民要更加小心 其实在无监管的情况下 病人都会有相对危险 首先紫河车本身的胎盘 有没有受过感染 储存好不好 还有究竟药物的级数和价格 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对病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如果病人买了一件受污染的药物 自己去吃的话 它自己都会有危险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胎盘是人体组织 应该当作是医疗废物处理 根据现时废物处置条例 市面上不应该有胎盘出售 例如你做完手术 切了一个粉柳出来 又或者如果有人是做一个 比如关节支援 拆了一个膝蓋关节出来 那你想想那件事 我没有理由加回给病人 拿着膝蓋拿科企做标本 不会的 在法例上是有严格的监管 去怎样处理的 那医院里面的人员 就是医生护士 也都是有责任 适当地处理这些人体的器官 或者是那个组织 那不能够随便 我给你了 但据了解 现时在部分私家医院生BB 孕婦预先提出要求 就可以拿回自己的胎盘 林哲元认为 卫生署要做好把关 法律就没有分 是公立医院或者私家医院的了 那人体组织一定是包括胎盘的 私家医院都不应该 把胎盘给回病人 这个不应该的 源头就是医院 如果医院的话 它是违法处理人体器官 和组织的时候 你负责的机构 监管医院的就是卫生署 卫生署回复说 任何未经注册的中乘药 安全成效和品质都未经证实 会存在健康风险 而根据中医药条例 任何人销售 进口或者管幼未经注册的中乘药 都属于违法 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 和金禁两年 时事当面在今集时间交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牙关可围 卫生防护中心说 本地新冠病毒病活跃度有所回落 但因应世卫将变异病毒株 EG.5和它的牙系 列为需留意变异株 提醒市民接种疫苗 卫生防护中心说 根据世卫资料 EG.5是变异株XBB.1.9.2的后代普系 现有证据显示 它对全球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低 但由于EG.5的增长优势 和免疫途日特性 可能导致感染个案上升 本港在4月录得首宗EG.5个案 而在上个月30日至今个月5日 每日新增阳性个案介乎47至73宗 比对上一个礼拜有下降趋势 XBB和它的牙系 仍然是本地主流病毒株 占多于9成5 而EG.5占大约5.3% 警方针对行人违规过马路 下个礼拜在全港展开执法行动 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 一共发生61宗致命交通意外 六成死者是行人 大部分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 因为个人都坐着头在看手机 那时就乱过来 当然担心 特别求助小朋友 我们一般都是等路灯才过 警方下星期一起 展开全港大型执法行动 因应各区的交通意外趋势 制定不同执法方案 最高可以罚款2000元 我们看到是会有一些 行人天桥 行人隧道 斑马线 或者行人过路灯的过路设施 而这些行人依然是没有去用的 在湖南过马路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发现到 有佔超过一半 是他们会摄车那 又或者过分去行近一些 大型车辆的旁边 有时候一些市民 他们会贪方便 不去上一些梯级 他们就推着自己的手推车 就沿着马路去步行 我们的目标是想透过一些 有阻嚇性和警惕性的方式 去改变市民一些错误 以及危险的行为 交通总部联同 五个总区的道路安全组 以及少年警讯等 也会在全港宣传道路安全 警方强调今次将会在全港严厉执法 希望可以减少交通意外 保障市民安全 无线电视机社邓重阳报道 乔英教育上个月底宣布全线结业 其中何文田分校 遭到领展物业 入品高等法院 追逃拖欠租金和差响等费用 一共大约188万5千元 并且要求将铺位告急 入品状说 乐之优宜何文田有限公司 以乔英教育名义 在何文田广场一个地铺 经营教育中心 令展物业和莫知优宜 在2019年5月签订5年租药 头3年月租21万 剩下2年月租24万 另外需支付服务费 差响等贼费 如果未能够如期缴款 就由租药担保人 即是另一名被告 乔英教育校长 彭子彤承担费用 令展说对方 由2月开始欠交租和其他费用 一共大约188万5千元 吴领展上个月底曾发 律师顺追讨 但不成功 因此入品追讨欠款 和要求对方将铺位告急 棍塘公众码头 长期有潜见木屋 更加有人经营毒窟 警方突击搜查 并且当场拘捕毒犯和吸毒者 再在区内一个公下单位 倒破怀疑充富 合共拘捕救人 揭发有人经营毒窟的 是棍塘公众码头 这一排潜见木屋 放满了无家者的家当 亦都有人摆放主食用具等 当局5月曾经清拆 不过很快又有人 搭建身的木屋 观塘警区特别职务队 通宵突击搜查 拉了一个53岁女人 涉嫌经营毒窟和贩毒 还有4个48至67岁的男人 涉嫌吸石或者注射毒品 检获药小量可卡因和可乐婴 无家者会用木板木柜等 划分占据码头不同的位置 有市民就担心 可能会增加火警的风险 要求当局尽快处理 还原码头的原貌 其实很困扰一下 有时带小孩过来 这边搭船 都怕他们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坐出来 好像越搭越窄 之前自己几个月没有这些 最好就清理了它 始终公共码头来的 这批是新人来的 只有一两个旧人而已 他见他打开他就又打了 情绪应该是贴 警方之后在观塘开源道大众工业大厦一个单位 倒破华尔毒品仓库 拉了两男两女 检获大约四公斤华尔海洛英 华尔供应毒品给区内包括码头的毒窟 无线电视记者周章峰报道 澳门市警接获多个人报案 华尔被骗 14个市主合共船室近40万澳门员 其中四宗案件 涉嫌有人假冒内地公安机关 俄清市主在内地涉及犯罪活动 包括跨境清洗黑钱和诈骗等 市主电话之后被转驳去到 声称是内地公安机关查问 要求他们提供个人资料 和转账去到指定户口 声称作资金审查 骗取超过35万 另外十宗案件 涉及网救和网上求息骗案 市主一共损失一共市民 内地医疗系统近期展开大规模反贪腐行动 多个医院高层搜查 而湖南省长沙士 一个专科医主任 近日就被指放任不合资格的学生 进行医疗活动导致患者死亡 内地近年反复强调 各领域要大力反贪腐 除了正商界 近日行动也都扩展至医药领域 内地传媒报道 截至今个月6日 全国已经有168名医院领导层搜查 人数是去年的两倍多 报道又指 内地医疗系统贪腐重灾区 主要是药物配送 设备采购等的项目 所以今轮行动除了针对医院 也都包括药企 医疗器材销售商等等 而行动展开不到一个星期 已经有至少十场 医疗行业学术会议 论坛等宣布延期 人民日报星期四发表评论 说当国在医疗系统的反贪力度之大 前所未见 全领域全腹概的治理行动 已经初见成效 评论又认为行动会持续深入 实现标本兼致 令医疗界回归医病救人的初心 而湖南省长沙市 由国家卫健委直接管理的医院 呼吸软隐重症医学科主任孟哲 近日就被9名同事10名举报 指控他允许无相关资格的学生 独知进行支气管镜检查等的医疗活动 导致两名病人死亡 举报信公开两日之后 湖南省卫健委通报 已经与医院所属的 中南大学组成联合调查组 若果查明属实会严肃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趁雪儿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批评家方指控社交平台微信 散播国会议员庄文浩的虚假消息 中国政府可能参与其中的说法 是无稽之谈 加拿大外交部礼拜三发声明 说5月监测到微信上 发布和分享大量关于庄文浩的 虚假和误导性陈述 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参与其中 但没有明确证据显示 是中方下令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发言人重申 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顿促家方 不要再散布涉华虚假讯息 美国犹他州一个男人在网上发文威胁杀死美国总统拜登 联邦调查局人员在拘捕行动中将他击毙 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当地星期三早早六点几 涉案男人罗伯逊位于严城湖以南普罗旭的住所 进行搜查和拘捕期间 罗伯逊被执法人员开枪击毙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说 罗伯逊曾经用枪指向执法人员 当局未透露行动细节 根据法庭文件 调查人员说罗伯逊在网上多则贴文 显示他拥有多支枪械 包括一支远程追击步枪 其中在星期一的一则贴文 罗伯逊说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到访犹他州 他已经清理M24追击步枪的灰尘 同着上迷彩服 扬言会将对方杀死 法庭文件又提到 罗伯逊在网上自称为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发布威胁信息 针对和特朗普官司相关的执法人员 包括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美国司法部长 和纽约州总检察长等 星期二被当局落案起诉三项重罪 包括威胁总统 有邻居形容 罗伯逊喜欢讲政治和开玩笑 但不认为他会构成威胁 也有邻居说 罗伯逊可能有多达20支枪 但这个情况在当地并非不尋常 联邦调查局发声明 说会严肃对待疑犯在执法人员行动中被击毙的事件 涉及的人员目前正接受监察部门的审查 报线电视记者杨子文报道 蒜肉咸忍顺处理印尼驻港种令事情清 因容内港工作的收费价格不变 晚上市道仍然未恢复到疫情前 有学者预料难以在短期之内改善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敏感科技 广告都受到影响 中方提出严正交线 大家好,我是黄善河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 同处理印尼驻港总令事会面 引述对方澄清 印用内港工作的收费价格没有改变 印尼人力仲介工会上星期举行记者会 提到印尼政府的印用零收费措施 要求雇主承担全部费用 孙玉咸说处理总令事表明 这个工会不代表印尼政府 上方政府的政策和规则不变 印用来香港就业应该一如既往 继续由两地政府商讨 孙玉咸也向对方表明 印尼方面不应该逐出调整 导致增加香港雇主的负担 或者降低印用来香港的就业机会 而任何变动也应该一视同仁 不应该只是针对香港 政府希望市民多些消费趁经济 有官员近期也提出 市民玩晚点才回家 有学者说人口路化 加上不少人选择离港消费 夜晚交易前淡静的市况 难以在短期之内改善 疫后复尝 收工之后可以重头欢乐时光 享受未婚 不过旺角花区一带的酒吧 平日夜晚坐得几个人 纵横盘贵方 吉台也随处可见 酒吧业界代表说 生意和人流在全面复尝起初 大约一个月 报复式回归 但之后几个月 只是及疫情前的大约七成 可能以前有些高消费的人来到酒吧 可能可以消费800到1000元 但是现在没有这些客人了 现在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大概消费300到500元 一些本地的年轻的消费 这些全部都因为外流 外流就是飞去东南亚的城市 去玩 去旅行 我们相信这个这样的 惨淡情况 应该会持续去到圣诞节 不夜天不在 其他食肆临立的街道 夜晚九点之后普遍冷清 不少餐厅开得没有以前那么晚 部分做宵夜客的也都已经结业 有经济学者认为 市区夜晚淡静的情况 短期难以改变 看回香港人口结构 现在是平均的年纪 是46岁或以上的 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 大部分的市民 都未必是那么喜欢 很晚地出街 通常夜经济相关 在一些年轻的那边会比较多 特别是在香港的深圳 消费的指数是比香港为低的 而服务的水准 可能普遍都是水准以上的 这一个就令到市民会有些选择 内地近年也都提倡促进夜经济 各地举办特色夜间活动 好像大型美食夜市等等 不少人夸省夸市去参加 香港大约七成旅客来自内地 又可不可以复制这个模式呢 夜经济那些土地的地方 应该是近一些旅游的旺点 才会有用的 当然你说譬如华生的北区 有很多空置的土地 那可不可以搞一个夜经济被人摆摊呢 你是可以这样做法 有土地在那里 但问题是因为这些点 是不接近一些旅游设施 或者一些交通去到的地方 那要是那个夜经济 而所谓的要逢活是一定的困难的 他又说来港的旅客 由以往主打救命变为打卡多 可以建立有话题的影响点 加上周边产品吸引消费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和个人 投资中国敏感科技 当中包括港澳地区 涉及搬导体和人工智能等的领域 中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 又批评美方对华经济脅逼 和科技霸凌 美国总统拜登为了保护关键技术 和捍卫国家安全 在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 美方会限制受关注国家 在三大科技领域的敏感投资 附件列明受影响对象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相关命令主要涉及三类科技范畴 分别是半导体 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 拜登说这三大科技范畴 对加速发展军事 情报、监视和网络能力 发挥关键作用 又说相关国家和地区 实施全面长期战略 促进或者支持敏感技术和产品 增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 美方经过近两年商讨 落实今次行政命令 据报明年开始生效 目的之一是要阻止美国资金和专业知识 转移到中国市场 到时美方会限制当地风险投资 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投资中国技术企业 并要求在华京商的美国企业 向拜登政府报告投资状况 各部违反规定的投资者 可能面临罚款 甚至被逼撤置 但命令不包括投资中国股票和债券 行政命令不及追溯期 只是限制未来的投资 美国公司和个体 可以在45日内反映意见 而在北京 外交部说中方就美方执意推出 对华投资限制措施表达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验证交涉 中方说美方严重违反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 真正的目的是要剥夺中国发展权利 维护一己霸权私利 是赤裸裸的经济脅逼 和科技霸凌 中方敦促美方 自实履行拜登无意对华脱欧的承诺 立即撤销错误决定 取消对华投资限制 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 商务部就强调 中方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 由批评美方敢做 是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 内地有舆认认为 拜登为了明年大选寻求连任 牺牲美国大企业的利益 这就是选人不离己 而美国《纽约时报》 引述研究员说 中国本身不缺乏资金 相信其他国家继续对华 建立科技伙伴关系 除非中国的其他主要投资者 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 否则只是浪费时间 反而令到美国经济处于不利地位 《普鲜电视》记者朱少林不留 有本地人工智能公司说 美国的金领会影响初创企业的资金来源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香港政府要研究引入更多内地资本 或者设立主权基金自行投资 冯茵杰三年前有份创立人工智能公司 透过收集行车记录而数据 分析司机的驾驶习习惯 增加效率和发展无人驾驶 他说这类初创公司依赖风险投资 和私募基金发展 将会受到美国的禁令影响 初创公司的营运方式和传统的生意很不同 基本上都是靠投资者的钱 去扩充营运 去快速发展 如果有了这个禁令之后 我相信在接下来一些已经谈 或者是准备去谈的一些投资 都一定会泡汤的了 我们都会担心或者去想 在未来会不会在香港的科技公司 除了在投资以外 纯粹在商业营运上 在全世界的层面上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或者是会一些海外的生意伙伴 会避免跟香港的公司合作 这个都是我们担忧的地方 他说会考虑加快到大湾区发展 创办人又说 美国和中国是资金来源的两大主要市场 原本希望在这两个国家都有人投资 不过在禁令下 唯有二选一选择中国市场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 禁令影响整个科技行业 很多时候其实你犯科技类的科目 都会有牵涉到用的这些科技 变成你知道AI现在很广 我想间间都会有用到AI 变成我是做AI或者我用AI 会不会都受禁止呢 变成会不会有些基金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说总之我是科技就不投了 因为我都分不到哪间是AI 哪间不是AI 他建议香港政府访效新加坡 设立主权基金自行投资 微保资金缺口 同时引入更多内地资本 香港美国商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在命令生效前 商界和公众可以向政府提供意见 将会寻求方法向美国政府反映 行政命令对营商的影响和后果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軒 又吃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半台发现有公司 声称可以将胎盘制成药丸等 市面也有药房出售止河车 有医生说有卫生风险 要加强监管 在中医角度 人类胎盘又称为止河车 有益气养血 保神的作用 有公司声称可以将孕婦的胎盘 制成精华胶囊服用 将它高温处理 处理了之后 就会将它风干 磨成粉 之后就会用入胶囊的 每一个step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食品级的 消毒的氧氧去消毒 公司网页显示 孕婦要在分娩之后 12个小时内 将胎盘放入他们提供的冰袋 公司会在两天之后 将制成品寄回给客人 你当我好像一个人 去帮你煮干燥 你去买完材料 我帮你煮 煮完之后给你吃 有父产科医生强调 吃胎盘有维生风险 也都没有营养价值 产流的胎盘 其实有机会 它的功能是特降 吃一个老化的器官 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 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如果得到不正当的处理 可能有机会有些病菌 细菌 当然如果感染的风险 对产后的女士 对宝宝一定都不好 根据中医药条例 紫河车并非附表列出的中药材 早在2015年 内地也都已经从中国药典里面 刷除紫河车 但本港仍然有药房出售 这间同样可以订货 但职员这样提醒记者 这间直接拿出现货 有立法会议员说 胎盘是人体组织 根据法例 应该当作医疗废物处理 但据了解 现时在部分私家医院分娩 孕婦可以拿回胎盘 林哲元认为卫生处要把关 无线电视记者杨桂兴报道 内地东北地区受到风暴卡路影响 将会出现狂风暴雨 雨区和早前受阻的地区高度重跌 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 这几日将会落暴雨 部分洗经的列车会临时停运 气象专家认为 两地洪路灾害情况可能隔剧 呼吁当地政府要做好准备 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 已经超出境界水位 当局发布最高级别家暴雨预警 而近一个星期 因贵连日暴雨 引发水灾架上之时 宣布即日起停工停货三天 内地宣布即日起 恢复旅行社组团到日本、南韩、英、美、澳等 78个国家和地区 有内地旅游业计划 疫情过后内地游客 会倾向选择欧洲为目的地的一场旅游 内地在2020年1月底因为新冠疫情 暂停旅行社办理出境旅行团 和出售机票加酒店产品 措施持续近三年 到今年2月初先逐步解禁 之前已经公布两批试点国家名单 文化和旅游报公布第三批放宽价 涉及78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疫情之前内地旅客欠满目的地 日本、南韩 其余还有美国、英国、澳洲、挪威等等 目前三批名单已经开放13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境游 内地传媒报道 消息公布之后 有旅游平台的出境游产品搜索量增加了20倍 有内地旅游业界说 一年之前已经和日本、南韩、欧洲等地的旅行社商团安排 对于日本即将排放核废水入海 他认为会影响部分人前往日本旅游的意欲 而经过三年疫情 内地民众消费升级 倾向去更加远的地方深渡游 从目前不管是从政治考虑 从经济上的考虑 还有从环境上的考虑 等等都会影响客人出境的意愿和需求 就是消费政治 消费政治 不会单于我们去欧洲去走马关花 他们会做比如说瑞士的深渡游 英国的深渡游 他们会专门去看博物馆 他们专门会享受我们其他餐厅等等 他们这个出行的预言 我觉得也是有做到了很大的专属 他又说内地旅客到海外旅行 主要会选择在香港转机 认为今次进一步放宽 对香港也是利好消息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道 据报国际黑核组织攻击日本核能组织等网站 抗议福祷核电厂排放核污水入海 日本据报最快月底开始排放核污水 公同社报道 由7月开始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原子能发电公司和原子能学会 到成为国际黑核组织 历明者的攻击对象 报道又说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报告 说日本排放核污水的计划 符合国际标准之后 妄想攻击急增 预计排放之后可能更加激烈 历明者接受访问那时批评日本政府 处理核污水排海的政策不透明 说日方应该停止为经济利益 而将大海当成是垃圾场的老妄行为 南美咒厄瓜多尔距离大选只剩10天 一个总统候选人遭到枪杀 一个疑犯和警方拨火当时中枪身亡 另外有6人怀疑线案被扣留 事后一个黑帮组织承应责任 在北京外交部谴责今次襲击 并希望厄瓜多尔政府和有军各方 维护局势稳定 即将举行的大选可以安全顺利进行 网上片段看到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 比利亚维森西奥上车的时候 演唱突然传出枪声 事发在当地星期三 59岁比利亚维森西奥 在首都基多北部一间学校 出席完竞选集会准备离开 目击者说听到超过30下枪声 据报他头部中弹送院后不治 做过记者的比利亚维森西奥 参选之前是国会议员 主张打击贪腐和客帮 据报生前多次收到 来自贩毒集团等死亡恐吓 当地今个月20号 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 连同比利亚维森西奥 一共有八个总统候选人 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排第五 现任总统拉索宣布 全部哀悼三天 未来60日进入紧急状态 拉索说今次抢击 是带有恐怖主义的政治犯罪 蓄意破坏选举程序 但就强调选举会如期举行 将会派士兵保障民众的安全 而不少支持者到传放 比利亚维森西奥围体的医院外聚集 检察部门说 一个疑空和警方拨火期间中枪失望 另外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 和两个警察受了伤 事发后 当地一个和墨西哥贩毒集团 有联系的黑帮组织承认责任 受到毒品走私活动等影响 压挂多以近期发生多宗暴力事件 西部曼塔市市长 以及诺佩斯港一个市长候选人 分别在上个月和今年2月遭到枪杀 报仙电视记者朱晓龙不留 阅黄低头